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吉祥 源自佛教的成語淺解少緝 成語分享 今日和大家分享的成語是五十三參 成語是出自於花言經入法戒品 基載善才同志參訪善智釋求法 講學多文的故事 講為佛教徒所認識 文殊菩薩 在天竺福城之東說法 善才同志文化後發菩提心 文殊菩薩鼓勵善才同志 要多親近不同的善智釋 並教導求法的態度 善才同志遊歷參訪五十三位善智釋 參訪的善智釋身份繁多 包括出家中和社會各行各業的佛教徒 最後到普然菩薩參訪 得到菩薩摩點壽記 獲得一切佛策極微塵素三妹門 開啟智慧 成就菩薩行願 得到無償利益 其實善才同志五十三參 是教導我們虛心求法 講學多聞的典範 佛法真三寶 是佛教中猶如三足之頂 缺因難以站穩 作為一個佛教徒 先歸見三寶 歸醫是一個入門 我們要學習善才同志 懷著謙卑求法的心境 親近善知識 研究佛法的物要 獲得佛法的真理 登入解脫之門 歡迎你將今天的分享 轉發給親朋好友 並且繼續收看 源自佛教的成語淺解小輯 成語分享 祝福大家 平安無患 幸福安穩 中文字幕提供